比如說她沒有在這方面寫好 對方就會一直說 小孩生病小孩怎麼樣 結果她都好幾個月看不到小孩 哈囉!我是Giselle 記得愛吉塞兒要愛自己 我的頻道每週更新喔 你知道婚姻跟談戀愛有什麼最大的不同嗎? 談戀愛你要分手 可能只要一句話很簡單 叫你結婚了你要離婚 你有很多要協議 甚至打官司的事情 只要有一些小細節 沒有注意到或是沒有事前的準備 你可能就會損失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嚴肅的 來用自身經驗跟大家分享 離婚要注意的事件事請 請看接下來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離婚 一定不是說因為某件事情 一件事情你就決定馬上要離婚 通常大多數女生在離婚的時候 通常都是累積跟忍耐 到一個臨界點爆發 她就決定要 我要離婚 其實我認為會離婚絕對不是突然一個偶然 我覺得你要準備充足在行動 當你有離婚的念頭的時候 絕對不能衝動 直接提離婚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準備充足的證據 或是跟自己之後的退路 比如說 講嚴肅一點 被家暴的話 絕對不是你自己用手機拍照片 就可證明 這個在法院上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去 驗傷 說實在也是蠻奇怪的啦 就是可能真的是要驗傷很多次的那個證據 可能一次還不夠 對這個是現實的 你不覺得嗎 重點是可能那一點點的傷 還不足以保護你 那女生真的是好好保護自己 對法律 不一定能完全保護你 說真的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你的驗傷紀錄 其實就等於你被打多少次 這真的是一個很心靈受創的事情 但是你記住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記得要去驗傷 你只有把那些證據都保存好 殘起來 備份什麼的 對你一定要備份 你才有辦法保護自己 甚至保護你的小孩 如果有小孩的話呢 通常小孩到了一定年齡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能力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他假如目擊到家暴現場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他表面上看不出來 但是他可能在往年後一些事情上 就是是一種心靈上的創傷 所以假如你的家庭 正在遇到這種狀況 甚至連你的小孩也目擊了 我覺得要為了小孩著想的話 離婚就是保護自己跟保護小孩 那假如對方有外遇 導致你受不了要離婚的話 請一定要收集證據 當然這方面要怎麼收集證據 或什麼哪一些的 我建議你要諮詢律師的專業建議 有一些受報婦女的協會 其實有免費的法律諮詢 假如真的是比較有點困難的話 那你們可以去協詢看看 一些基金會 會有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 離婚的時候呢 最麻煩的事情之一 就是雙方的財產問題 如果沒有事前約定 結婚後走法定財產制的話 婚前的財產跟婚後的財產 是會分開計算 也就是你要離婚的時候 是會清算你的財產 然後把資產多減資產少 然後等於那個剩餘的數量 再除以二等於是分配 但是就是其實 之前去諮詢過離婚的律師 他們是說其實很多 夫妻在離婚的時候 在這一方面就是 因為他是看你剩餘財產多少 所以他等於可能是 脫產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可能 就是比較黑暗的一面 所以就是你可能也要注意 你在結婚的時候 你不希望財產共有的話 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協議說 你的財產是要分開的 假如你對於這一塊 是比較有警覺心 比較在意的話 你在結婚前 一定要跟對方取得共識之後 你再結婚 不然你結完婚就來不及了 對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第二個問題 絕對不是最難的問題 我覺得最難的問題 是小孩敷養的問題 這個是通常 可能離婚官是會 打比較久的原因之一 小孩啊 他有分成 主要照顧者 監護人 法律上他們是建議說 父母呢 要做合作父母 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有盲點的一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 譬如說假如小孩 他是在一個家暴的家庭 父母都已經沒辦法好好相處了 他還要想辦法做合作父母 這個真的是 要花非常大的心力去學習 換術這件事情 但是呢 建議你們在法庭上 也不要展現說 我不是合作父母 因為法官其實不喜歡這樣 他們的觀念裡面就覺得說 小孩要伸展的健全 家庭裡面一定要有爸爸 一定要有媽媽 或者小孩不能見不到自己的爸爸或媽媽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其實有點沒有那麼人性化 因為我聽過很可怕的例子 我沒有去查詢過真偉 但是就是律師聊天工的講的 他說呢 他們之前有接觸過一個案子 那個媽媽為什麼要跟她老公離婚 是因為她老公對她的女兒 做了不可原諒的事情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盼做父母啊這種的時候 她爸爸還是可以探視她的女兒 她女兒還是要被探視 所以她女兒就覺得 法官都不相信我講的 身心很受創 你知道 對於小孩來講 我真的被怎麼樣 但是法官不聽我講 我還得去看到她 所以為什麼 其實你看很多有粉絲團的律師 都會建議說 媽媽 假如你真的要離婚 你可能好幾年都沒有工作 你最好現在開始 你就去找一份工作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撫養費跟散養費的定義上 是不一樣的 撫養費是 付給小孩的撫養費 散養費是可能 比較多錢的那一方 付給比較弱勢的那一方 所以 剛剛前面說過 你要擔任小孩的主要照顧者 最重要就是 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後 小孩是要共同監護呢 還是 其中一方擔任監護人 在法律上 不管監護權在哪一方 其實雙方 都要付小孩的撫養費啊 對 不會因為這個小孩沒有跟你住 你就不用付撫養費 但是呢 殘酷的世界又來了 其實很多人呢 都不付撫養費的哦 主要照顧者 可能就是一直追討追討不到 然後是累積到一個金額之後 他只好去跟法院申請 對 是可以申請的 可以申請假扣 要把他的車子或房子扣起來 跟你們講一下 但是我必須要跟你們說 其實 共同監護權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很多東西都要問過對方 譬如說開戶 戶籍 然後甚至 要不要改名字啊 什麼 全部都要問過對方 有些規定上面還會說 出國 能不能出國去玩 也要問過對方 就是你不想跟你的小孩分開的話 我覺得 你要小孩的單獨監護權 我覺得在 撫養小孩上面 真的是會比較開心一點 可能要跟律師討論 我要怎麼可以擁有 單獨監護權這件事情 對 那 但是呢 請記得在法院上 一定要做一個 合作父母的感覺 在法院的概念裡面 不管對方做了什麼事 他永遠 這輩子 都是這個小孩的爸爸或媽媽 雙方都有見到小孩的權利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遵守好約定的內容 對 因為違反的話 反而對方有理由可以去攻擊你 就是反而你可能又要再陷入一個官司 就覺得會很煩 對 離婚協議書的擬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把所有細節都要寫上去 而且是要非常詳細的寫 尤其是最重要的 小孩的探視時間 最好你不要寫說 隨意一個月看兩次 看對方什麼哪次有空 有極大可能 我看很多網路上面的文章 是說 比如說他沒有在這方面寫好 對方就會一直說 小孩生病小孩怎麼樣 結果他都好幾個月看不到小孩 要寫的小孩探視時間 譬如說 每週雙週 哪一天 幾點到幾點 過年要怎麼過 寫得越詳細越好 所以這方面 一定要問專業的律師 避免遺漏重要的細節 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很長 一段時間 甚至一輩子 補充一點一個插曲 就是 因為現在都比較流行 從小就幫小孩買保單 可能你在離婚之後 因為你是主要照顧者 你可能想要繼續幫小孩保保單 那可能 藥保人要轉成你的時候 在轉成你之前 最好去查一下 這個保單 到底有沒有被借錢 但那個保單的利息都很高 你不去還 他就會越來越多錢 但是請注意一點 對方用對方要把名字去借錢的話 是他要還錢 對 所以等於是他變成欠你錢 假如你之後幫他還掉的話 這個是一個小插曲 你們自己去想一下 對 所以今天的影片 其實都是一些很現實面的東西 如果你發現你的婚姻 已經到你無法忍耐的地步了 你想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請你不要衝動提離婚 你一定要做好十足的準備 十足的諮詢 才去提離婚 不然你會損失很慘重 而且甚至可能 每個律師的專長不一樣 你要去找那個家事 專業的律師來打 對於這個家事案件 我經驗的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你會可能會有一些 你想不到的一些小撇步 可以幫助你在官司上更順利 你在打離婚官司的過程 你一定是很痛苦的啦 沒辦法騙人 這真的是會有一個痛苦的過程 對 但是絕對不能讓自己的權益睡著 這痛苦頂多三年四年 但是就你殘遠的人生看來 你是對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 要是你是因為家庭氣氛不好 或是老公家暴或是怎麼樣 家暴不只是肢體暴力 也有可能是言語暴力啊 我跟你說 小孩會複製貼上父母的行為 就是假如真的遇到那麼不幸的事情 那一定要好好地保護自己 好好地收集證據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希望祝福每個人都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那歡迎把影片分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對想看我拍什麼談話主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你看這支影片你有什麼別的心得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也歡迎 對那反正這影片真的是血淚屎 才有辦法拍這支影片啊 對 我朋友都說我是那個法律小顧問 好啦 雖然說看我是那麼笑 但是我在背地裡也是哭了很久 我們現在還不是過得很開心啊 對 所以就是我希望我的影片也可以帶給 現在正在有這方面困擾的你 給你一些鼓勵 對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